哇 吼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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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的主人当然是看完跟CD 我们今天的客人是一位偶像 我们欢迎孙协智 欢迎 大家好 康人好 小艾姿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人家偶像孙协智 居然是个超级管家伙 对于队员们的生活 居然连指甲都要管 昨天我们看到了孙协智 表演防身绝招 还发表了他对狗仔队的独特看法 今天孙协智将继续在康熙来了 暢谈自己的感情生活 还会这样就斗啊 武术这类的东西 天啊 孙协智一开始当歌手的时候 听说国语不是很好 台湾国语非常严重 以前 在刚出道的前两年的期间吧 OK 哪一型的啊 哪一型啊 就是台湾国语型 就大家好 偶事生谁知 偶事这样 比方说我嘛 我是无偶我嘛 我会变成 偶 然后是 我们讲是對不對 它变成是 对于一个台湾国语的人 卷舌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 就是太难了是不是 太做作 会觉得做作 因为 因为其实像我的生活环境是 我周遭 周遭所有人 几乎都是讲台语的 嗯 我连在家里面 跟外婆啊 对话也都是讲台语 所以已经习惯性的 那个时候都是讲台语 可是偶事生邪字 这样不行吗 嗯 就太好啊 所以你上很多节目 都是偶事生邪字 喔 喔对 我那时候还自己录下来 回家看 哇这干什么 很糟这样 喔这次的新专辑是 唱一些情歌 就是 那我觉得 我觉得 从小我就想要当一个歌星 我觉得 我的想法是 今天就是 你不要碰到偶的死界 对 热在一起抽一点啊 不夸张 但几乎就是这样 真的 每一个都是偶吗 没有一个是我 没有 我我不出来 你参加台语歌唱比赛的 成名曲是什么 国台语 国台语 国台语的 国双声啊 双声 你这样很care 那么久以前的事 你还要care 没有care啊 明明就有 没有什么成名曲 唱什么赢的 哇 你看 四十首是不是 哇 唱很多首 我那个绿旗袍是 My mother 真的假的 他怎么打扮得这么慎重啊 基本上你要看我妈 就是我戴假发 就是我妈 而且你妈还是吹这边 你会看到她这边有吹 你妈很重视这次颁奖 妈妈应该哭的 因为这比了半年耶 我在高雄念书 然后为了要上来台北 每个礼拜上来 这是你吗 这是我啊 这是怎么了 坦白讲我也有点忘记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以前在 录在台湾的故事的时候 因为我要 为了好玩 参与各行各业嘛 然后 有到一个歌仔系的剧团 这样 所以你也是真的待过很多时期耶 平民的主持界 好外景的 对 外景节目那时候蛮拼的 对啊 还蛮常受伤的 你现在会觉得苦境甘来吗 苦境 苦境有 但是甘海我觉得还没有 还没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还要 还要再继续再加油吧 因为我觉得 应该可以 就是 可以再更好 要再更努力这样 请问这么红为什么还要这么省钱 多省啊 他多省 就是他规定自己 上完厕所以后 擦屁股只可以用两张卫生纸 没有 那是以前啊 而且他说他有更崇拜的人 只用一张 对 哇 那个厉害 以前啊 我在高松的时期 因为我很爱玩牌 然后就欠学长很多钱 没有赌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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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赌钱 而且重点是什么 你知道大老二玩那个 一块两块 还玩大老二 一块两块 或是珮喜就说哈嘛 那种一块两块 十块二十块 可以输到四五千 我这个人是超级没有 天才运 就不会玩 然后还很爱玩 对 很爱玩 然后输了你没有钱了嘛 你就想说哇 那就借一下 来压这样 就想说一定会有 搬回来的机会嘛 结果就欠人家四五千块 很穷很穷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穷 就是便当也跟人家 用play的方式 就比方说这边吃一口 那边吃一口这样 这叫play的方式 对 然后就是省下一餐嘛 然后要不然就是买 超便宜的泡面回家泡 那像那时候卫生纸 因为我们住在学校 卫生纸要自己买啊 然后就很省很省 那时候就是两张就差不多要把 该擦完那就擦完 对 该擦都擦干净 所以就是要折得很小 就是每擦完也是要把它 折成一个方块 我跟你讲一张喔 你摊开来擦真的不行 你一定要先 因为会破掉啊 对 你一定要最少要先对折 对 那样子的程度才有办法 不破 不然破掉整个人就毁了 而且要很小心喔 对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有试验过 我也不喜欢卫生纸用太狠 为什么 因为像我看到别人上完厕所啊 然后就是这样 臭一张擦一下 臭一张擦一下 都会觉得 你好说也要这样 谁在你面前擦屁股啊 一些比较亲密的朋友 嘿 那你在擦屁股你会在旁边啊 我 你在你们家厕所 抓到偷窥的洞 因为我房间的厕所没有门啊 就只有这样布帘而已 所以我可以观察到 你家上厕所的习性 这么好 就如果拉起来就 也没有这么好 拿起来就擦 我就觉得很浪费 要折要折 好 所以对折才能够不破 对 对折还是会破要小心 OK 就是要用指 指腹这边的力量 不能用指尖 对不对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还会有传言 有一张指就结束的人 是怎么样 你没有比赛吗 以前不是没有比赛 我不知道 就是我们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住在宿舍的人 他也讲了这样 他就说他只用一张最高纪录 然后那一张 但那一张就要牺牲了 就是说你的手一定要碰到便便 那还算是擦干净 最后再洗 最后再洗这样 一张为什么会碰到 一张真的很难 因为一张你大概擦两次就不行了 因为它很薄 所以它其实就是运用着那个 那时候电视机前常在表演 对折对折要似一个角 然后伸出那个卫生纸有没有 然后直接这样擦 然后用抠的印字把它擦干净 擦干净 然后卫生纸这样包 然后包水 我的妈呀 他是有多穷啊 这个人 这有什么好崇拜的 但是就是没有崇拜他啦 就是说他有这样子啦 我就哇好神奇 所以你加入556之后 还是只用两张卫生纸擦屁股吗 没有啦 就是以标破为原则 大概一次也是抽两张 然后两次三次就OK 那为什么去餐厅还要把牙签带回家 因为放在那 你带在身上就要用就有 你用买的也是要用就有 买的放在家里啊 去餐厅的 然后餐厅的就带在身上 对餐厅的放在包包嘛 出去吃饭 那边没牙签的时候拿 自己拿了就剃牙 那你有因此而存到一大笔钱吗 我觉得我的理财还蛮OK的 所以就 现在有一点小小的积蓄 有没有投资什么事情 现在目前手头上的就是 有跟老板合资的 我们自己的周边商品 像公仔娃娃那些 对所以我们自己会去想很多东西 带一些Sample回来这样 那我还想要做的就是开餐厅 所以 要看机会 看机会 你今天来 终于甩掉了 五六六另外三个 有没有比较高兴 也没有耶 一定要群体活动吗 不一定 你比较喜欢一个人还是集体 各有各的感觉吧 你会你会望着这张封面 然后看很久 想说谁最帅吗 一定会 而且你看你心机多重 还这样只有你一个人伸手 那是他们选的照片 又不是我 还好啊 我觉得我没有 我觉得 只要他们好 我都觉得好 那你觉得五五六里面 谁最帅 许孟哲啊 是吗 许孟哲最帅啊 许孟哲最帅啊 他是我们大家公认他最帅的 真的啊 我知道你们谁的粉丝最多 我跟仁甫吧 那许孟哲最帅 然后你跟仁甫是粉丝最多 然后唱歌最好听 那王绍为的功能是什么 王绍为的功能 他现在越来越厉害 他在搞笑这一方面也越来越强 怎么可能 搞笑会搞得过你跟王仁甫吗 有 他现在很强耶 真的啊 可是你会不会在想说 你们公司其实有很多人 在背后说你坏话 难免吧 因为你还要训练那么多新人啊 对啊 你为什么还要训 新进人员都要给你训练啊 是怎样 没有 这是老板给我的 猜事 猜事 然后我觉得也应该要去做 所以如果徐席是新人 你要怎么训练他 进来要跟你鞠躬 不是进来要鞠躬 不是进来要鞠躬 乔杰莉喔 像我们经济公司 我跟孙总有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的艺人 一定要达到某些条件 比方说一定要有礼貌 一定要遵守公司的规定 比如说现在我是一个新人 然后遇到你 你会跟我讲哪几个要点 你好 我是乔杰莉的新人 对啊 这样OK啊 我叫西蒂 这样OK吗 这样可OK吗 你不会说一定要说孙哥好 不会 他们都叫邪志哥 邪志哥 因为年纪都比较小 不然你要抓什么 你会第一次叫他的抓什么 我 我 会叫邪志哥 我们俩一样大 对啊 如果应该再大你一点点 你几月 二月 我六月 对啊 双子座 对 你双鱼 所以哪些事会让你觉得不够礼貌 呃 我基本上我很少会 比方说直接叫他赞助骂他 因为不是当兵嘛 当兵的时候我会这样 那比如说我一新人 年纪有比你小 然后在公司看到你 然后这样 我会让他经过 真的哦 我会让他经过 然后我会找 没有 没有 我就让你经过了 就让我经过 对 我就让你经过 但是我会找一个时期 比方说所有新人在一起上课的时候 对 我在统一讲 那过了就算 因为大家不知道嘛 对不对 统一讲会凶吗 会叫他赞财吗 我会讲 我不会很凶 可是我会让他们 我唯一这样做的事就是 我在跟新人还没有正式进到这个圈子 上完课之后 隔几天就会有几个走掉 被吓跑的吗 不是吓跑 我会先把话讲在前头 你训话最久 长达多久 两个小时吧 吓死人 一堂课差不多是两个小时 就内容讲些什么 我觉得心理建设多于实际行动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要当艺人的心态 究竟是对还是不对 那像我跟新人上课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想当艺人 如果你们只是觉得 上了台光鲜亮丽 很好赚钱 你问他吧 假装我是新人好了 现在来上课 然后我要问他吗 对 你要问他为什么想当艺人 我说那你为什么想当艺人 我想红 好 想红就可以了 只要凭想就可以当艺人吗 那你要怎么办 那需要陪你上床吗 天啊 5566竟然对歌迷做出这款的事 我要讲这件事 大家一定不敢相信 但这是千真万确的 5566强奸过活 那事情的经过到底是 那事情的经过到底是 就是一次签三维之后 我们四个就请他上车 然后就带他到一个暗像里面 到底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哇 太好了 我看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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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是要陪你上床吗 没有 你变态啊 我对社会老大 完全误会演艺生态 没有 我要灌注他们一个好的观念 就是说 很多的新人 我最常问的就是 我喜欢表演 我想要哄 然后更瞎的是 我想赚钱 这样很瞎吗 对 很瞎啊 为什么不能直接说 你想赚钱呢 你凭什么 姿色啊 所以应该要讲什么 才会打动你的心 为什么要打动他的心 不是因为要 他才会打 不一定要讲要打到我什么心 但就是说 你们这些观念是不对的嘛 赚钱不对 我跟你讲 所有人进到这个圈子 十个大概有九个 都认为很好赚钱 是 很容易红嘛 你不能一位的 因为舞台是这样嘛 不需要付出什么 就有这样的回馈 但其实这是错的 我常常在讲 我说演艺圈这个工作 基本上它跟上班族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的工作 是人家看得到的 我们也在努力地升职啊 我们从小职员做起 开始要升主任 副理经理 过了十年十五年当副总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 我们也在一步一步的前进 可是又有人一步登天啊 那是例外 但不久 一定不久 真的哦 那万一有一步登天又很久了怎么办 那就命好 这个就是命好 所以我要的是 他讲句话你听得进去吗 我觉得邪智 他可怕的地方不是凶 就是因为长篇大论 所以你打不掉他是不是 就是那种 所以他们都说我碎碎念了 退出好了 退出交接力 对 所以你看我常常就讲说 他说我想要赚钱 那你觉得你这样就能赚吗 请问你私下 你上来自我介绍 每一个新人上来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徐希弟 然后手在那边抠啊抠啊 然后脚在那边晃啊晃啊 讲完了之后你是老鼠啊 就没有大叫之风 对 你这样怎么当艺人你告诉我 然后他就开始不讲话 哦 所以应该上来说 大家好 好啊 这样都好 你懂吗 这样我可能会 我可能会自然退出交接力 我不要给你同学 起码我知道你这个人了 因为你的反应让我知道你了嘛 所以也觉得他如果想要红 他至少要有两把刷子 不能就是那种 拿出那个态度来 我最讨厌就是毫无准备 然后觉得自己会红的那种人 就来当艺人的那种人 可是你应该在演艺圈 也看到一些毫无准备就红了的人啊 所以我们就来赌嘛 这个行业就是看谁呆的酒谁赢 真的哦 哇 你心中还是暗藏着斗志啊 当然啊 这一定要斗志啊 他整个人充满斗志你没看到啊 你眼上写了好多斗志斗志的 对啊 眼睛都在喷火 没有啦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 是要证明给人家看的 就像我们常常在讲5566的事嘛 我们被 我们应该是全台湾被骂的最惨的一个 不会 也说是被骂的也很惨 没有 物流比较惨 可是我们很凶耶 我们还有人说我们强奸他耶 不然那你们赢 你没有人说我跟我一起去 你知道他那一篇很妙吗 有什么好赢的 他那一篇就写说啊 在网路上留了一封信这样 他说我是谁 我要讲这件事大家一定不敢相信 但这是千真万确的 5566强奸过我 所以说四个人一起吗 然后他就写说 我们就是一次签唱会的时候 我们四个就请他上车 然后就带他到一个暗像里面 然后四个人轮流对他做性侵犯 然后他说四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这样 就是方法都不太一样 有偏好 然后四个人结束了之后 还把他载到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 然后跟他说谢谢 然后请他下车这样 然后说你们一定不相信 但这是真的 一个受害的女子 不要再喜欢5566这样 所以是许梦哲带他上车的吗 不是 就根本没这回事 是根本没这回事 天哪 这个指控很严重 很严重啊 还好他没有其他小角度 不然就太真实了 但是我们就是看那一篇 我都觉得很好玩 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玩 是由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的 就是在一个网路上的留言 因为以前我在 那个 有一个同志网站上 我那个 他们有列那个排名嘛 我已经好像连续一两年 都是第一名的 同志秦仁 同志秦仁 然后票数后面都是什么 梁朝伟那个 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 怎么会这么高这样 结果后来开始有留言 他就说我跟孙邪志上过床 一个男的 然后他就说 下面就有人问 真的吗在哪里啊 我曾经在高雄的三温暖碰到他 然后有一夜请这样 然后下面又在问说 那真的哦 你跟他做了哦 那他的技巧怎么样 他说 嗯 还不错啦 他蛮会叫的 真的假的啊 真的 这是真的 不是我说你意 当然不是真的开玩笑 你 这 这是一个重要标准吗 会不会 会不会 会不会发出声音 对你来讲很重要吗 没有我只是说 他提都提的顺便就问一下 所以你是安静的吗 我是 我是 就有一个那种 好 好 你可以了吧 OK 好 我没有见过女生这么猛的 而且我告诉你啊 我要跟你讲一个秘密 什么什么 王仁甫现在多希望跟你组织节目 真的假的啊 因为他觉得以你们两个人的功力啊 应该会把摄影棚弄得超乱 会很乱 然后就很猛这样 问的问题都超猛 我想 可能会失控 因为像我失控的时候 他可能会来阻止我 但如果我失控 王仁甫也失控 我想来宾应该会走人吧 对 而且王仁甫在跟女生互动 就是在节目上啊 他是不把女生当女生的 他会把她当男的 所以他有在耍她巴掌 还会耍她那种 真的假的 对 那我才不要了 对 对 他两个人打起来 你干嘛打我啊 你知道吗 前几天我们去录影啊 我们就出外景 我带着K1的一个 然后仁甫带K1一个 然后再各带一个来宾 仁甫那边的来宾是谁 你知道吗 许淳美 哦 然后许淳美啊 大家好 啊 怎么样呢 我这个来选立委啊 怎么样啊 就开始发照片啊 王仁甫直接拿饼干盖 直接往许淳美头上 敲一下 敲许淳美 哇 干嘛打呕 哇 哇 你这个年轻人这样没练 他就开始发 你蛮会学许淳美来自信 你们四个人是不是也被偷学 有啊 我们很喜欢就是做些有的没的啦 但是就是他还蛮感的啦 对 他还蛮感的 所以我觉得跟他们一起生活工作 我觉得很开心 每个男孩团体后来长大以后 就要各自独立嘛 是不是 原则上是 但是我觉得不见得 日本也有 像SMAB也有到十年嘛 SMAB也没有 我觉得是看你们的相处吧 团体最重要的致命商就是高小团体 这两个比较好 这三个比较好 他比较红 我很讨厌他 为什么他性多 为什么公司对他特别好 可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要 我们已经开始建立起这种观念就是 只要是团员好 都是对自己好 所以你们四个人就是一起好 没有谁跟谁比较好 对所以你要拆开分散其实都是OK的 你不羡慕自己一个人当 我像可以自由自在 不要在那边当团长管别人训话什么的 不会 因为我们都非常有认知 就拆开了一定不会红 拜托你今天也很红 当然现在也没有很红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没办法分开的 我们的感情是比亲的兄弟都还要好 真的 而且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 5566其实5566是我的唇子 真的吗 他这么重视这个团 嗯 你差点跌倒吗 差点跌倒 你再闹 你再讲感性的话 你为什么要一直闹 我也没想到会跌倒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这才不会讲就好 我没有什么 5566是我全部 5566是我全部 我有听到5566是你的全部 加油 这场5566 很感动 我要哭了 没有啦因为5566对我来说是我 校线阶段我觉得它是我演艺生涯的一个 非常大的转捩点 因为我相信应该 西丁应该也知道 就我当兵一直到退伍一年 像说三年 三年将近四年的时间是 是屁 对吗 在演艺圈是一坨大便 没有人理的 你当完毕业的时候没有人找到你吗 没有只有几个以前对我还蛮照顾的制作人 对我蛮好的就是有让我主持广播 广播有几千块而已嘛 然后还有去当瓜哥的助理主持这样 所以你曾经就是很失忆过 我觉得应该是 对我来讲我的演艺生涯就是从不错 一开始的不错一直跌到谷底 到完全没人认识它 开始慢慢爬到现在 甚至跨出台湾到整个亚洲去 那就像就感觉就很妙吧 那我对我来说我非常珍惜现有的所有一切 好棒 我想你的故事很多人都会好好听进去 然后不会那么白目的就想要红起来 要经历一些事情才行吧 是 所以谢谢你今天来康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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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间道电影主题曲原因重现 没错 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就是素有歌坛最美的嗓子 蔡琴的美声 出道已有25年的经验 唱过的好歌不计其数 一首恰是你的温柔 打开了蔡琴的歌唱之路 唱过《独你》 《最后一页》 《不了情》 《抉择》 《人生就是戏》等歌曲 蔡琴具有磁性的嗓音 成为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 除了亮眼的歌唱事业之外 近年来蔡琴更尽力于歌舞剧的表演上 除此之外 蔡琴更指导了 今年即将推出的年度歌舞剧《跑路天使》 以美妙的歌声 幽默感人的故事 交织成一部有欢笑有泪水的歌舞剧 今天能说能唱能演的歌坛金嗓子蔡琴 遇上爱搞怪的小S 现场是一阵唇枪舌战 你来我往的激烈场面 剧场女龄金嗓子蔡琴 来喽 汉琴来 今天又有大明星来 我们欢迎蔡琴小姐 欢迎蔡琴 你好 大家好 我想说真的是大明星 在中国大陆演唱的票价好贵 多少 五千人民币 五千人民币 台币两万 怎么我不值呢 小的没有这个意思 小的一开始这次戴一支耳环 然后说五千人民币 台币两万 我要呈现 我常常看你们的节目 我有的时候 早就想要上节目告诉你说 你不要那么嚣张 我要呈现出的是一种惊讶状态 那你手不用这样子啊 因为知情人 汉琴你真的有看康熙来了吗 我常常看 你们的椅子以前是豹纹 现在变像乳牛一样 看康熙来有没有听过徐希地唱歌 有的 我跟你讲唱歌 还有那个跳那个 那个自以为是那个很性感的 那些我都看过了 所以我想想必 蔡琴姐在家里说了我不少坏话吧 没有 因为我觉得说坏话要说对人 你听她唱歌的时候没有说 哇这样也唱 她唱歌不错 唱歌神 这一天画像是真的把我给吓到了 不是真的 而且我在电视机前面看到小S 我觉得她越来越漂亮 然后她的聪明开始发挥 她很冷静 然后呢 我最想拉她去演歌舞剧 而且不只是我吧 很多人都被你拉去要演你才剧 来带歌舞剧 她其实会有兴趣吧 还有蔡康永也非常适合 她很会唱金剧 我跟你讲 我看到她唱了张力敏那一集 好棒啊 别闹了 今天除了蔡琴小姐之外 我们还请了两位来陪她 一位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金燕玲小姐 耶 金燕玲是很棒的演员 谢谢 令人佩服 谢谢 虽然许七帝很少看你的电影 你要跟我上街吗 对吧 因为她演的都是艺术名作 所以你小姐 金燕玲很厉害 她除了是好演员之外 她学过国标舞 在欧洲学的对不对 对 因为我就在英国我在英国学 在英国学的吗 对 我听说你很喜欢跳 我很喜欢 而且要是 她是在本地学的 我很Local 我真的很Local 好 这是有什么关系 她在伦敦是伦敦的Local 你在台湾的Local 对不起 我也是Local 我是台北出生长大的 你是台北出生长大的 对的 你不是香港明星 我不是 你是台北人 对的 那你 奇怪 可能每个人都以为我是 香港人 因为你演了很多香港电影 对啊 我入气行在香港 对了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来宾 我们欢迎姜美琪 欢迎姜美琪 姜美琪 姜美琪 你今天 是不是告诉我 你今天要来干嘛 对 你加在两位大姐中间 会不会压力很大 还好耶 因为其实她们就像大姐姐一样 其实对我们都还蛮照顧的 那我今天会来是因为这次在 呃 舞台剧当中呢 蔡姐 也 受邀她 就是来演那个《跑路天使》 然后里面是演一个 比较害羞的小小小孩 那《跑路天使》是一群修女 对 你也是修女 然后金燕玲是院长 对 所以一群修女要干嘛 我是歌女 你为什么要去当修女 我是因为歌女 募集一个枪杀案 然后呢 叫逃 跑路 跑到那个 躲到修道院里面 装成修女 我是修女也疯狂的虎壁哥哥 谢谢 所以是一个喜剧吗 呀哈 难道是一个悲剧吗 她 她的造型还蛮喜感的吧 看到这个就确定是喜剧 所以就是你进去教那群修女唱歌 对 所以燕玲姐也很会唱歌吗 嗯 我不敢讲 因为全部都要唱现场啊 全部现场 歌舞剧吗 你知道我们以前 对啊 所以蔡琴姐 燕玲姐唱的如何 我觉得我这次请金燕玲 第一她戏要演得好 还有第二个目的就是说 她 根本以前就是在台北 就是一个歌星 但是后来她跑到香港去 变成那种艺术 艺术片的那种大台柱啊 所以 因为台北柱是一个歌星啊 她是歌星耶 所以没有人知道她会唱歌 为什么 有出唱片吗 其实的问题很多人都不知道你 是哪一种歌星 是歌听 歌听的歌星吗 那当然是叫歌听 你讲一下 金燕玲 你不要在妆高上 你告诉她一些 你刚出道的时候很好笑的事情 像你穿那个玛丽莲物路 那个衣服有没有 紧紧的那一次 你有这段过去 谁能让小S如此的害怕 一直都是走帅气路线 从来没有娇媚过吗 你说的娇媚是 有的娇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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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娇媚 蔡星姐是演一篇最娇媚的 歌谈界最娇媚的 当心直口快的蔡琴 遇上搞怪的小S 那时候啊 是一个算是很丑的高中心 这个吗 这算还算长漂亮吧 这是漂亮的 对 怎么样 你以前戴牙套我都没有讲你 你以前戴牙套我都没有讲你 这么多 他不是现在来啦 我去先参加歌唱比赛 很简单很随便就赢了个第一啦 跟你一同比赛有现在还在歌谈的人吗 沒有在歌壇 不過陳藍莉很出名 陳藍莉 葡萄陳熟食 那個陳藍莉 陳藍莉的陳評曲是哪一首 葡萄陳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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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錯 葡萄陳熟食 還知道你很難 不是這首 那個叫做《鍋牛與黃麗玲》 那首歌的主角是 好像是一個小小人 主角是鍋牛 我以為是趙元明歌耶 啥姐 好了好了 好了 你跟陳藍莉都參加過同期的比賽 對 我們參加同一屆歌唱比賽 然後你第一名 你打敗她 那個只是大概我姓名 不是 重點不是第一名 然後聽她當歌女生涯 發聲很250的是很好玩 好 那我講一個戈亞生涯 戈亞生涯是大歌聽唱歌 我穿了一件漏 這個DV的漏背的這個碗禮服 很漏背喔 然後金色光芒的亮片 一條金一條黑 那我第一天登台對不對 我唱歌就扭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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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唱出去了 然後他們不跟我講 把那個台升起來 有像蛋糕一樣三層喔 我這邊唱唱的見證 扭完扭完之後 我就一直退退退退 然後後面不要退了 不要退我也不知道 退退退 我就摔下去 不是 摔得很特別 我不是這樣摔 我是直接就這樣 摔下去 所以你們 你們觀眾在上面 看是這個人這樣 摔下去 那不講 摔就不見了 然後有聲音見證完了之後 有人唱歌 我聲音繼續出來 沒有摔到 然後 你需要那個蛋糕台是不是 蛋糕桃下去了 我又 摔下去了 我跟妳講 為什麼 因為很厲害 我一直在園地 因為他們裙子坐得太緊了 根本不能走你知道嗎 所以摔我 所以這樣 拐一拐下去 然後又拐一拐 然後就 這個歌很難 難度很高的 這代表舞台是在歌廳嗎 立生大哥 聽的時候是最出名的 妳那時候就叫金燕玲嗎 那當然 所以那時候演唱的歌曲是什麼 梅蘭 梅蘭 我愛你啊 梅蘭 我愛你啊 這個你知道吧 梅蘭 梅蘭 我愛你 哼個一兩句我應該自得 你哼哼看 不是 她請你 梅 龜 欸 不是 我愛你啊 你一直在考慮 梅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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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唱了 葡萄會變成鍋牛 欸 什麼歌 好 蔡芹芸是怎麼唱的那首歌 梅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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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蔡芹在一張演唱會 四 五千人民幣的 就是唱這個時期的歌吧 不是 不是嗎 是中國民謠 什麼 哪一些 像銀色月光下啦 康定情歌啦 呃 在那遙遠的地方啊 康定情歌你會吧 我會唱 在那遙遠的地方 欸 你唱兩句我看 玫瑰 在那遙遠的地方啊 有個小兒郎 有誰啊 遙遠的地方 我忘了有誰 請問你小兒郎在遙遠的地方幹什麼呢 有個小姑娘嗎 有威豪姑娘 啊 OK 好啦 你如果去啊 能夠賣到五塊錢人民幣 我可賣到 欸 你在哪幾個地方唱 我在上海 北京 重慶 武漢 廣州 所以哪個地方的觀眾反應 都一樣 都一樣嗎 都很棒 都是爆滿的 幾歲的人 大部分是35歲到40歲 然後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一直到一個年 一個到一個時間 就會有新的觀眾進來 所以我到現場看到 我看到十六七歲 十八歲 他們會拿著牌子 就像那個追星一樣的 蔡琴我愛你 對 對 對 真的嗎 會喊 對 你的演唱會現在會有人 拿出牌子來喊 蔡琴我愛你啊 謝謝你這麼瞧不起 她愛我不行啊 那你會說一些 我也愛你們 讓我聽到你們的聲音 然後就跟我大合成這樣子 對不起 我不會這麼慫 那你有什麼比較 Fashion的喊法嗎 我就說 我也愛你們 可是我真的說我也愛你們 真的是真的 但是我 蔡琴很厲害的是 她真的在現場 從來都不怕發生任何事情 像有好幾次義賣的時候 我們都束手無策 就是你拿出來說說 這個是總統捐贈的一本書 現在我們起價五千元 然後就沒有人要出價 就一片靜默 我就五千 然後沒有人要出價這樣 可是她都不怕 她就會拿著這個書就下台去 直接找人 你懂那些觀眾嗎 你好 你好 怎麼樣 你今天這個粉紅色裙子很漂亮 這個書 那雞殺也是成塔嗎 那這樣你跟那旁邊加起來 一個人一萬塊加起來 就是十萬塊 謝謝你們 我們到下 你出去 我買了 我買了 謝謝剛才那位小姐 你看徐希弟 你啊 就是你影響這一桌 所以這桌是好的是一百萬 謝謝 好厲害喔 因為我覺得義賣就是要 拱 要拱 而且因為我們心裡無愧嘛 我們不是把這錢帶回家買衣服對不對 是 是真的做善事 是做善事 講這個蔡琴姐 我覺得你永遠出現 都是穩如泰山的情況 對 你有任何會 妳都不跌倒嗎 妳就不會像清燕玲這樣 從蛋糕上消失不見嗎 妳有沒有吐槌過 吐槌 高中的時候 可是我連吐槌的時候都蠻帥 吐得很穩的 哪一種 我高中的時候啊 是一個算是很醜的高中生 長得很像老太婆 就是騎早熟的 那 趕工車啊 趕工車 就我那個學生鞋子 畫面上這個嗎 這算還 還算長漂亮了 這是漂亮的 對 怎麼樣 怎麼樣 你以前戴牙套 我都沒有講你 你知道嗎 這是我大學 這已經大學了 高中那時候 那個學生鞋 好像就是說 很邋遢 越穿越大 就像拖鞋了 所以就騎了幾公車 我是最後一個上公車的 結果那個門醫官啊 我就大叫一聲 然後那時候還有 公車小姐在後面 就被我一擊就吹口哨 我就 然後司機就煞車 整個車都起了 然後就煞車 因為我有一隻鞋 掉在外面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小姐打開 全車那麼多人喔 我就很穩的去把它拿起來 穿好 然後說可以走嗎 好帥喔 就連初學都要這麼帥 妳真的蠻帥的耶 沒有 我不曉得 我有一種看破紅塵的那種 真的那種心態 就覺得 嗯 那再敢又怎麼樣 所以我也不太會大驚小感 所以一直都是走帥氣路線 從來沒有嬌媚過或什麼的 妳說的嬌媚是 我 我 妳說的嬌媚 有 有嬌媚很嬌媚 我開始也是演一篇最嬌媚的 歌才是最嬌媚的 最嬌媚也不是 那個時候是功課很好嗎 我的功課很極端 我的國文好得不得了 我的作文 我老師每個禮拜等著看我的作文 但我的數學是零分 那妳在學校自己歌聲紅了嗎 沒有 高中還沒有發現 沒有人知道我會唱歌 但是妳自己知道自己很會唱歌 我自己曉得 所以妳怪咖那段時間不是 我是美術派畫畫的 喔 不是靠歌聲取勝的 不是 是靠畫筆 為什麼不再學校參加歌唱比賽 我很討厭那種很愛獻的那種同學 妳是學為什麼要參加歌唱比賽 因為她很愛獻嗎 我們那個喜歡出國旅行啊 張美琦有參加過歌唱比賽 我是因為參加歌唱比賽要變歌手 你看她很愛獻耶 蔡清姐 愛獻 那是學生身分嗎 對 OK 所以妳在學校就是以唱歌取勝嗎 好像也只有那個可以取勝 真的嗎 妳以前就在班上就很會唱歌對不對 我覺得是好像以前 就是如果別人心情不好 都會叫我唱歌給他們聽 哇塞 妳是療傷系的歌手啊 對啊 好像從小時候 欸 國小吧 國小就有人就是聽我唱 可是以前我不太敢唱 那妳過來一下 徐熙滴現在要演心情不好的歌 來 同學 來 妳就這邊 徐熙滴妳要真的心情不好 不要隨便演那種膚淺的那種 這壓力很大 在紀念裡面前妳要跑 她以為這樣 她以為這樣 來來來 好 我有點有深度一點的 藝術的 藝術的 我跟妳講我跟著這些人有感覺 OK 好 小美 妳怎麼了 我跟我男朋友出現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啊 我覺得她在外面亂搞 確定嗎 她 手機裡面出現很怪的簡訊 什麼簡訊 說什麼I love you 我想跟妳見面之類的 那訊息裡面是我的名字嗎 等一下妳們演到這 妳幹嘛 妳怎麼演到這 我是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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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妳看我是女主角 不是 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找她演歌 我覺得的原因 她看起來沒什麼殺傷力 結果妳看 搶戲 你搞清楚妳是要唱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妳有沒有覺得越演越可怕 都演不完對不對 我就直接演最後一句就好了 好 免得她搶次 我現在心情真的很好 咔咔咔再來再來 怎麼在笑呢 誰叫她咔了 她這個很難演 她聽話用笑的講 她用笑的講 很難 她是算內心戲吧 我真的很難過 小美 可不可以唱一首歌給我聽 妳想聽什麼歌 隨便 任門無趣好了 隨便一首有感情的 讓我哭出來的 我想要哭一哭 好 好厲害 好厲害 浪漫的季節 最忍的是別 我來捂酒 超厲害 所以妳真的會有碰到這種 唱歌的同學 然後她就被疏解了嗎 還是哭得更慘 有一半一半 有些人會繼續沈溺在她那種 很悲傷情緒 有些人可能聽到歌 覺得心情好多 小S首度挑戰歌舞劇唱腔 唱很久了 這比賽 妳今天還來好不好 妳這樣太丟臉了吧 快還了 某年某月 的某一天 在舞台劇女靈在一起的指導下 小S表現如何敬請期待 怎麼 這次不同 康熙來了 妳真的有唱過蔡琪的歌嗎 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沒有欸說真的 妳沒有是點頭好厲害 妳剛剛讀 補底是這一次跟她合作才開始學的嗎 對可是以前蔡姐的歌 有聽過 當然囉 妳要死啊 我去KTV一定會點妳的歌 什麼歌 什麼歌 人生就是戲 來唱一下我唱 人生就是戲 演不完的戲 有的時候在 有的時候戲 看戲的人兒醉 要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爛耶 妳是落酒 還有妳不要那樣看著我的眼睛 不可能這種太高級妳會唱嗎 你不要那樣看著我的眼睛 哎呦 我就怕你會看穿我的心 我的心在澎湃 想要說明白 你不要想留開 哇好 好 很不错耶 我們全家是蔡琴姐的 你剛剛這首 這個歌唱得好 你剛剛都有唱的 真的可不可以 它是康希尤其來妳唱得最好的 對我每一次只要一唱這首歌 一唱這首歌大家就會安靜在KTV 是不是有那種Jazz的感覺 對我最喜歡這種歌 妳很適合這個歌 所以邱秋妳下次不要再唱 人生就是戲了好不好 我跟妳說 不要妳說我小阿妹 我是小蔡琴 耶 耶 耶 哇 妳真的得罪進尺而已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這樣子啊 這樣太簡單了 應該要出一個題目就是說 什麼叫歌舞劇 就是我給她一個情境 給她一個角色 但是同樣的一個歌詞 可是妳在不同處境 不同年紀 不同角色的時候 妳唱同樣的歌詞 是不同的表現 妳要交嗎 還是妳要先考徐希弟 怎麼會難呢 徐希弟這麼聰明 對不對 只要她不唱人生就是戲 什麼都OK 好來 美琦先回座好了 那美琦 怎麼辦那個 蔡琴已經出題目 演完會在東南亞也在紅嗎 不只啦 只要我去的地方妳都可以去 那我安排一個小角色 好的 那妳的演唱會可以讓我去嗎 我要先看看妳現在唱怎麼樣啊 我們唱 上次我們 講過這個人 情境夜上海 對不對 那個茶話妳要死之前不是唱 不了情嗎 忘不了忘不了 妳要確定妳會歌詞喔 忘不了妳的情 再見 對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張破碎立臉 難以開闊到齋間 久讓一切走遠 就這樣子好不好 好 她當妳的題詞機耶 妳真的好委屈 好緊張喔 我先給妳這樣 妳現在說的歌舞劇意思就是 她除了她唱歌還要表演是不是 我跟妳講都不用表演 其實歌舞劇不是在那邊做動作 而是妳的聲音 加上妳的支曲 要放戲劇感進去 對 我現在 叫妳演一個 想要賴帳的人 賴帳 賴帳 那個蔡康永就是跟她要錢 她欠妳錢 然後她想賴帳的時候 她的台詞是 糟糕了 怎麼會今天要錢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張破碎的 隨便妳這怎麼演 需要從後面進來嗎 不必 不用培養情緒 不用說培養情緒 這妳 我跟妳講怎麼培養情緒 她跟妳要在的時候 妳看她的臉 她的表情就是妳的情緒的開始 那妳演好一點喔 妳不要脫髮我 欸 小姐妳是一個賴帳的人 妳不要管那麼多 等一下蔡姐我要先 妳是要open我的情緒 好的 我發個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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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年某 好 好了 我先講我因為我今天敢罵 妳所有的錢 都被妳刷卡刷爆了 OK 妳是一個一直騙她錢的人 可是今天妳終於賴不掉 她來給妳要錢 好不好 開始 康熙大詞點 聽聽看吳宗憲是怎麼分配自己的時間 因為男人 一般來講90%是她的事業 10%是她的愛情 但是我的感情卻佔了我的生命的50% 實在話是這樣 所以我忙不過來 忙不過來 我還有很多事業要去照顧 康熙來了 8 開始 不是 徐佳姐 妳這以前欠得夠久了吧 妳拖這麼久妳好意思嗎 不是 妳今天就給我還來 OK 某年某月 我吵不出來 不要太緊張 我放不開 妳差一點開始了 妳差一點前面的表情都很棒 自己培養都很棒 怎麼一唱的時候會這樣笑腦 不是 因為我在想唱的時候要唱得好聽嗎 不要啊 妳要像這個妳的心情 要有感情就好了 像妳現在情緒最重要 某年某月 要這樣 很窩囊的唱 對啊 這就是這舞劇啊 我再挑戰看看 所以倒載這種 你還是要倒載的是吧 再來一次是不是 好 你不能笑出來 可是講好啊 她演完妳要演一次喔 沒有問題 可以 而且妳倒載是屬於窩囊型的 我等一下倒載 就倒一種很了不起的給妳看 真的嗎 好 我就演我一個窩囊費好了 好不好 就是我懷不成 好 希莉加油喔 好 預備 喜莎姐妳欠 欠很久了這比賽 妳今天還來好不好 妳這樣太丟臉了吧 快還啦 某年某月 的某一天 就像一張破碎的臉 那一開口到再見 就讓一切走遠 很爛喔 很爛喔 完全我們還放得開的喔 好啦 希莉小姐 妳雖然放得開 妳都是完全放錯的地方 可是妳不知道妳會這樣哭呢 妳只有一種哭 我以前為什麼讓我覺得 像一個女的豬哥這樣 一直這樣子 一直這樣子 沒有 因為就是 這是沒切 妳要教一下 這舞劇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她的話 跟我講 講完以後 我快要唱之前 音樂就好下來了 剛剛那台的音樂也有點害到妳 對 妳看 只能一面就出狀況 好不好 影響我也這麼輕輕 我就是很難過 我們一起外摸一下好不好 來 開始